为了迎接2019小镇漫游年 交通部观光局自11月8号起 自全台22个县市推荐的小镇名单中 展开第一阶段的网络票选 之后在历经神秘客访查及两个严格的审查会议 终于诞生了有史以来第一份台湾30经典小镇名单 此外观光局也与客家委员会合作 推出十大客装小镇 而这40个小镇中还有4个小镇同时荣获国际曼城的肯定 观光局长周永辉21号特别为获选的 40个经典客装与曼城小镇颁奖 并强调翻入选的小镇都可获得新台并100万元 来着手整顿小镇的软硬体设施 希望达到6个S 就是清洁清扫整齐整顿安全及美学素养 并结合在地的新创及清创活力来展现小镇的特色 浩客精神以及在地的品味美食与文史特色 操亮台湾小镇的品牌 这次2019年台湾小镇漫游年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希望把台湾经典30个小镇 跟客装10大小镇能够推荐到我们的国人 那么尤其是国际的外国观客 其实也很期待 我们相信台湾小镇能够结合 纳曼曼城的旅游 能够深度能够看到我们台湾浩客的精神 以及看到我们台湾在地的特色跟美食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品质上能够提升 打好我们台湾的品牌 此外为了将台湾小镇行销到世界 观光局也推出十万青年奖百万活动 希望吸引十万名青年朋友 前往这40个台湾小镇深度旅行 并将造访的经验 心得感想或建议 上传到偶熊粉丝团 让台湾小镇在小镇漫游年发光发热 也让全世界因此认识台湾 进而喜欢台湾 向往台湾 体验台湾 就让我们电台记者 郑祥云 吴立军在台北采访报道